大家好,我是超子 新买的砂锅想不要着急使用 今天教大家砂锅开锅 处理完以后不开裂不粘锅 不出意外可以当为传家宝 首先将新买的砂锅放入少许洗洁精 少许白醋 因为新的砂锅中含有少量的钳 放白醋可以有效的去除 里里外外带盖子都清洗干净 注意清洗的时候不要用钢丝球 用软一点的刷碗布 用钢丝球会破坏砂锅的保护层 使用的时候容易粘锅 全部处理好以后 再用流动的清水反复冲洗干净 然后用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洗油纸 擦干表面的水分 砂锅使用之前水分一定要擦干 这样烧制的时候才不容易开裂 水分擦干以后倒入少许大米 加入三分之二的清水 开火 将砂锅放到火上开始熬制 在水烧开之前记得用勺子轻轻地搅拌 防止米粒粘底 开大火烧开锅 砂锅在使用之前必须先熬一锅米粥 这样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就不会容易开裂 大火烧开以后转小火盖上盖子 煮半个小时左右 稍微一一点锅也没有关系 顺便把盖子也处理一下 熬好的米粥可以盛出喝掉 也不会浪费 然后再次将砂锅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干净 同样不要用钢丝球 用软一点的刷碗布或者海绵布 里里外外全部洗净 彻底洗净以后再次用干净的毛巾 或者厨房洗油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然后在砂锅底部刷少许植物油 浸泡一个晚上 这样砂锅就算开好了 不出意外是不会裂开的 而且炖东西也不容易粘锅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使用砂锅的时候 冷锅加冷水 热锅加热水 清洗砂锅 一定不要用钢丝球 用软一点的刷碗布或者海绵布 使用之前一定要擦干砂锅表面的水分 事实证明砂锅做出来的菜 比高压锅要好吃的多 只要砂锅用得好 可以当做传家宝 喜欢本视频的 关注点赞转发收藏 感谢您的支持